最近兩三年,我都主力畫港產片 為什麼呢?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個香港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香港生命 香港電影對我來說是很大影響 對於香港來說也有很大影響 尤其是在我童年的時候 爸爸已經經常帶我們去戲院看不同電影 其實不是只有港產片 如果我小時候 培養了一個我看電影的習慣 甚至是慢慢令我自己都很喜歡看電影 七、八十年代或八十年代 香港的電影圈開始非常豐盛 從那時就更加對港產片是著迷 再加上當時對我來說 一個很大的影響力就是遠大遠慮老師 無論在電影界別畫很多電影的開報 以至到後來他再也有幫一些漫畫畫畫封面 畫冊圖 令我更加覺得原來香港電影的明星 香港電影的歌星是可以由一個畫畫的人 我們叫他一個大師去演繹出來 而大家又原來很受惱 這對於我印象很深 原來畫畫和電影是可以很有關係的 更加來說 如果畫畫加上香港電影 其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而且我很想做的事 這幾年開始我就開始畫一些電影的粉絲 這兩三年更加專注地畫關於香港的電影 是因為這兩三年的確數量未必多了 但在製作上 我自己覺得是更加有水準 更加有香港的美 其實很多東西是很吸引的 我覺得這些東西 我覺得我更加應該用多一點力去畫出來 去告訴大家 其實香港還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去喜歡 值得我們去珍惜 值得我們去幫它 令它再擴大一點 我覺得要令香港人喜歡香港的產物 一些娛樂產物 一些流行文化 是屬於香港的流行文化 香港人都應該支持 令它變回一些 我不敢說變成以前的百花齊放 起碼不會是一壇死水 然後我們按照大家的字幕 中國人的資料 全部過去 那個金星 也不知道這個翻譯 包括